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速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悲剧与希望的交响曲 悲惨世界的故事概览 二 冤浴出狱 染阿让的救赎之路 三 维克多 雨果 文学巨人与社会改革者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悲剧与希望的交响曲 悲惨世界的故事概览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部让无数人嚎啕大哭 同时又让人心中燃起希望之火的文学巨著 悲惨世界 这部作品是由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 雨果在1862年所创作的 它不仅仅是一本书 更是一部悲剧与希望交织的交响曲 一首长达千页的史诗诗篇 首先 让我们来说说主角 上万强 这位可怜的家伙 因为偷了一块面包来为饥饿的家人 结果被判了五年的苦意 但由于多次企图逃跑 他的刑期被延长到了19年 这简直是对超市市吃不买的极端惩罚 出狱后 上万强遇到了善良的主教弥利尔 这位主教不仅给了他庇护 还在上万强偷走他的银器后 帮他脱罪 这一幕简直是以德抱怨的教科书记别示范 然后 上万强决定喜性革面 改头换面成了一个尊敬的市长和工厂老板 名叫马德兰 但是命运似乎喜欢和他开玩笑 一位植住的警察 贾维尔 像个不放弃的健身房会员一样 坚持追踪他多年 贾维尔的正义感 就像是那种在你把垃圾分类错误时 会站在一旁 给你上一堂道德课的那种人 在这部小说中 我们还见证了法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1832年的巴黎人民起义 这场起义就像是一场被预定要失败的派对 参与者都充满了激情和理想 但结局却是惨淡的 在这场混乱中 上万强就出了一位年轻的革命者马流斯 并且帮助他和自己养女科赛特团聚 科赛特和马流斯的爱情 就像是在这场悲剧中的一束光 让人相信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爱情的力量也能照亮人心 悲惨世界 不仅仅是一部 关于犯罪与惩罚 爱与牺牲的故事 他还深刻地揭示了 当时社会的不公和贫富差距 如果用他的笔 像是在用一把锋利的刀 切开了社会的表皮 让我们看到了下面腐烂的肉 最后 上万强在贾威尔的追捕下 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逃亡 但是 当贾威尔终于有机会逮捕他时 他却因为上万强之前的一次救命之恩 而陷入道德的挣扎 最终选择了自我的断 这一幕 无疑是对法律与良心的极端对决 悲惨世界 是一部充满泪水的作品 但它也是关于人心光辉的赞歌 它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悲惨的世界里 希望仍然存在 而且有时候 一块面包的价值 可能远远超过你想象的 所以 下次当你在超时时吃时 记得对那块面包说声谢谢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冤语出狱 然阿让的救赎之路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古老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悲惨世界中的主角然阿让 它的故事可谓是冤语出狱的典范 也是人性救赎的经典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然阿让的悲惨遭遇 这位可怜的人物 原本只是因为 偷了一条面包 来喂饱自己 饿婚的妹妹和她的孩子们 结果背叛了五年的苦意 你没听错 就是五年 在当时 这重型法简直 比现在的某些电信合约 还要长久和残酷 而然阿让 因为多次企图逃跑 最终在监狱中度 过了十九个年头 这比一些婚姻还要久 但绝对没有婚姻那么甜蜜 出狱后 然阿让遭遇了社会的排斥和冷漠 这让他几乎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 但是 就在他即将再次堕落时 一位名叫米里埃主教的人物出现了 这位主教不仅给了他实物和庇护 当然阿让偷走了主教的营气时 主教还帮他编了个谎言 说是自己送给他的 这种慷慨和谅解深深地出动了 然阿让的心 从那时起 然阿让决定改过自新 他改名唤醒 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甚至当上了市长 但是 他的过去像个顽皮的跟披虫一样 一直跟着他 那就是执法如山的警察贾威尔 贾威尔对法律的执着 简直可以和现代人 对于手机信号的依赖相媲美 在一系列的追逐和逃亡中 然阿让不仅救助了穷苦的幼女克赛特 还在巴黎动乱的背景下 展现了他的高尚品德 他甚至有机会杀死他的仇敌贾威尔 但他选择了宽恕 这种宽容和勇气 让贾威尔的世界观都崩溃了 最终贾威尔选择了自我了断 而然阿让则在科赛特的婚礼后 安详的离世 然阿让的一生 是对社会不公的控诉 也是对人心光辉的颂歌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性中的善良和爱 也能照亮前行的道路 他的救赎之路 不仅是对自己的救赎 也是对那些曾经对他不公的 社会的一种救赎 最后 我们可以从染阿让的故事中学到 无论你的过去有多么不堪 你都有机会 重新开始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当然 如果你能避免偷面包 那就更好了 不过 如果你真的很饿 也许可以考虑开一家面包店 这样就可以合法地吃到面包 还能帮助社区的人们 一举两的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维克多 于果 文学巨人与社会改革者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 维克多 于果 这位文学界的泰山北斗 他的作品 比他的胡子还要丰富多彩 而他的胡子 各位 那可是相当壮观的 维克多 于果 出生于1802年 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的名字与巴黎圣母院 和悲惨世界 这样的剧著紧紧相连 这些作品 不仅在文学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且在社会改革上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 我们得承认 于果先生的比例 是如此之强 以至于他能够让一座建筑物 是的 我说的是巴黎圣母院 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角色 他的小说 巴黎圣母院 不仅让全世界的读者 爱上了那位悲剧英雄卡西莫多 还促使了对这座历史建筑的修复和保护 可以说 于果先生用他的羽毛笔 给了巴黎的这位老夫人 一个彻底的整容手术 然后是 悲惨世界 这部小说 简直就是一个社会改革的宣言 通过讲述让 瓦尔让 然 阿让 小可怜科赛特 和一群追求自由的年轻人的故事 于果先生不仅展示了 19世纪法国社会的种种不公 还激发了人们对正义和人道的渴望 这本书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有人说 如果不是 于果先生 法国的社会改革 可能要推迟几十年 但是 维克多 于果不仅仅是一个坐在象牙塔里的作家 他是一个行动者 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者 他公开反对死刑 支持民主自由 甚至因为反对 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 而被迫流亡 在流亡期间 他在海边的岩石上 写下了流亡者的悲歌 这些诗歌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 和对独裁的抨击 于果先生的幽默感 也是出了名的 据说 他在出版《悲惨世界》后 为了了解书的销售情况 给他的出版商发了一封信 信上只写了一个问号 出版商回信 也只有一个感叹号 意味着书的销售情况非常好 这可能是历史上最简洁的作家 与出版商之间的通信了 维克多 于果不仅是文学巨人 他的一生也是对自由和正义不懈追求的象征 他的作品和行动启发了无数人 他的胡子 哦 不 是他的遗产 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激励着人们为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法国动荡时期 悲惨世界的历史背景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既悲伤又兴奋的话题 悲惨世界的历史背景 这部小说 不仅仅是维克多 于果的文学巨主 更是一部穿越时空的历史教科书 让我们一窥19世纪 法国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 首先 让我们把时钟播回到1789年 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法国人民厌倦了面包的稀缺和贵族的奢华 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 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王朝 这场革命就像是一场社会派对 但是请的都是些愤怒的市民和带着镰刀的农民 而且派对的主题是自由 平等 不爱 然而 革命并没有给法国带来长久的和平 接下来的几十年 法国就像是一位情绪多变的戏剧女主 上演了一幕幕政治大戏 拿破仑的崛起和跌落 王朝的复辟和再次被推翻 这些都是悲惨世界的前奏 到了1830年 法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 这次是因为查理时事 想要回到绝对君主制的老路上去 这场七月革命成功后 路易 菲利普成为了七月王朝的国王 但他的统治并没有满足渴望更多自由 和更好生活的人民 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1832年的巴黎 这一年 一场由学生领导的起义在巴黎街头爆发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月起义 虽然这场起义规模不大 持续时间短暂 但它展示了人民对不公正的愤怒 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 在这个背景下 雨果的小说人物们活了起来 有政治但固执的警察哈维尔 有悲惨命运的女工方厅 有坚韩不拔的前求犯 冉阿让 还有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 他们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悲惨世界 不仅仅是对那个时代的描绘 它更是对人性的深刻探讨 它告诉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人类对于自由 正义和爱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 最后 如果你以为历史课 就是一堆枯燥的年份和事件 那么请记住 悲惨世界 这部小说 它用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是由血弱之躯编织的 是由每一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交织而成的 而我们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 也是这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社会不公与人性光辉 悲惨世界的核心主题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悲惨世界中的社会不公与人性光辉 这本书 你们可能在抱怨阅读列表的时候见过 或者在尝试逃避阅读列表的时候 看过他的音乐剧版 不管怎样 维克多 雨果的这部剧主 无疑是文学史上 对社会不公和人性光辉最深刻的探讨之一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社会不公 悲惨世界的故事背景 设定在19世纪的法国 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 书中的主人公 然而让 因为偷了一块面包来养活饥饿的家人 而被判处19年的苦意 这不禁让人想问 这块面包真的值得19年的青春吗 显然 雨果先生在这里用了一种微妙的夸张 来讽刺那个时代法律的严酷和不公 这种社会不公在书中无处不在 从对平民地忽视到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 雨果都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出来 然而 在这片悲惨的世界中 人性的光辉却如同顽强的野花 在岩石缝中顽强地绽放 然而让 这位曾经的囚犯 通过自己的善行和牺牲 展现了人性的伟大 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还影响了周围人的生活 比如 他救了小女孩科赛特 给了他一个全新的生活 这简直就像 是在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地方 爱和希望 也能找到一线生机 而且 让我们不要忘记 那位圣人般的主教米里埃 他的宽恕和慈悲 改变了冉阿让的一生 这位主教 用他的银珠台 换来了冉阿让的灵魂 这交易比今天股市里的 任何交易都要划算 不是吗 悲惨世界 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社会不公和人性光辉的故事 它还是一个关于救赎 爱 牺牲和革命的史诗 他告诉我们 无论社会多么不公 人性中总有一部分是光明的 总有一部分 是值得我们 去争取和维护的 最后 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 悲惨世界 我强烈推荐你们去读一读 不仅因为它是一部文学经典 而且因为 它能让你在考虑 是否偷那块巧克力蛋糕的时候 想想然阿让的故事 然后决定去买一块 毕竟 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 对于偷蛋糕这种事情 应该不会判你19年苦意 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悲惨世界 这部文学剧著中的 故事梗概和背景 我们看到了主角 上万强和然阿让 在社会不公和命运的折磨下 如何奋斗和救赎自己 维克多 如果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 揭示了19世纪 法国社会的不公和贫富差距 呼吁人们 关注社会 弱势群体的权益 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关于悲剧的史诗 更是一首充满希望的交响曲 它告诉我们 在最黑暗的时刻 爱和希望仍然存在 它提醒我们 即使是一块面包的价值 也可能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同时 我们还了解到了 维克多 如果这位文学巨人的生平和思想 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还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改革者 他的作品和行动 启发了无数人 推动了法国社会的进步 最后 我想请问各位观众 你们对悲惨世界的故事和主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 社会不公和人性光辉 在现实世界中有何体现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讨 这个充满希望和思考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